来玩这款游戏时空中的惠旅人 在台服进行封册了 游戏部分都从日文清晰进行配音的啊 剧情部分正式推出的时候就交给各位好好的去品尝吧 剧情要快速全部跳过了 全都是帅哥 因为剧情算是很长的啦 将会影响到录影的时间了 绘画 攻击 然后毕竟这款游戏也是两年前的作品了吧 所以啊 我就把角色的版本放在上面吧 有兴趣想玩的话 你再参考一下有2022年还有2023年了 具体的话的版本我就不知道了所以我就 这两年的角色强度版 全部都往上丢 到了报道日了 会长来了 之前也有玩过 当时陆府好像 在两年多前 也有玩过啊 开始绘制 又是个帅哥啊 又是个帅哥啊 会长喔 他是不是学生会长 真的耶 还是有一些印象的 进行战道 攻击 攻击 先攻击有治疗能力的敌人 不过 这个时候 毕竟算是早期的作品 所以角色部分基本上是圖片 沒有Live 2D 按住貓掌 發現不明生物 當作小說看應該是還不錯 這算是女性像的作品 畫畫 嘿嘿嘿嘿嘿 花于鎖鏈 這邊是成就 領取 領取 再来跑剧情 学生会长来电话了 诗蓝 空的啊 穿个贴图给他 穿高大白 有没有恋爱的感觉啊 如果是妹子的话 应该有恋爱的感觉 接下来选项就乱点了 帅哥一位接一位的出来 这历位是很不错的 有一个帅哥昏倒了 开始进行绘制 5 阿卡 太传讯息来了 怎样 想追女主角咩 全都是帅哥 可惜女主只有一位 来 我看一下首页部分好了 活动 七日之约 还有粉砖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这边可以选一位啊 弄个学生会长好不好 活动图鉴 诶 怎么没有什么福利啊 是还没有开吗 采购 采购这边 免费 除值 月卡 170啊 月卡 还挺便宜的诶 才170啊 有没有邮件之类的啊 好像没有 社交 好 然后就胜推官了 这类型的就是女性向的游戏 夹杂的 大量的利会 还有一大堆的帅哥 现在是进行三档封测 喜欢的话就可以到 粉专那边下载游戏来玩吧 好像封测到24号 本支影片就到这里吧 大家拜拜